2次感染潮來 後果嚴重 專家提醒中國人小心 晶片禁令再補兜 拜登將會誤日何領袖 緊張關係又升級 未計劃對中共軍企投資再出手 特發、中國東韓、南韓宣布將從紐交所退市 三年以來最大跌幅 中國12月進出口都暴跌 中共將允許滴滴應用重新上市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財經熱點 我是葉晚峰 今天是香港時間1月14日星期六 以下請收看新聞詳細內容 根據最新的數據估計 中國陽過後第二次感染的人數超過2000萬 有患者披露 醫院近期收到很多疑似感染者 而美國的研究發現 再次感染者的死亡和重症風險都明顯較高 專家提醒要小心疑似感染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 湖南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主治醫生 陳博士說 Omicron流行以後 疑似感染發生的機會明顯增加 有數據顯示 300萬感染者中有10萬人再次感染 大概佔3%左右 大陸的經濟觀察網13日報導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課題組發布了一份新冠疫情感染報告 報告顯示 截至今年1月11日 全國新冠感染率累積達到64% 感染人數大約9億 以此推算 二次感染的人數超過2700萬 中國工程院院士 中醫內科專家 主要從事心腦血管疾病防治 和中醫藥現代化研究的張伯禮 日前接受《科技日報》專訪時說 和早期變異株相比 Omicron毒株可能引發更多的突破性感染 和重複感染 他提醒民眾小心二次感染 一位染疫患者的家屬 星期四在一段錄音中披露 很多人二次感染後 病情變得嚴重 一家人剛好洋了 但情況有些變化 現在看到二次感染的更嚴重了 今天我們在醫院裏 床位緊張 基本上都是二次陽性患者 這些事電視都不報導 這些二次陽性的自身免疫系統都衰退了 都要靠人看免疫蛋白 他們躺在醫院裏 免疫蛋白 一天要打兩次 河北石家莊一位醫生說 很多患者 康復一個月後 出現二次感染 和人體免疫系統降低有關 而且二次感染的人 往往症狀明顯 去年11月發表的 一項美國研究顯示 無論疫情接種情況如何 和初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相比 再次感染者的死亡和重症風險 都明顯較高 研究團隊從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 在2020年3月1日至2022年4月6日之間 收集的資料中發現了這個現象 和只染疫一次的患者相比 再次確診者的死亡風險是兩倍多 反覆感染的人出現肺部問題 和患心臟疾病的可能性多出三倍 研究人員發現 再次感染後的一個月期間 這些風險較高的情況最明顯 但六個月後也一樣顯著 同樣根據一份發表在《自然醫學雜誌》的報告 無論疫苗接種情況如何 再次感染的患者 出現病發症的風險更高 北大國法院的報告顯示 這次累積感染率最高的前三個省份 均屬於西部的地區 第一名是甘肅省約達91% 第二名是雲南省約84% 第三名青海省約80% 報告課題組成員北京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馬京徵表示 在互聯網上 北上講疫情聲量很大 但數據估計西部地區染疫率可能更高 另外巨大紀元獨家獲得的消息 中共高層內部去年底傳達了一份文件 要求各地在3月2會召開前做到 應揚進揚 能染進染 快速過風 確保生產恢復 以保中共政權 因此各地政府和企業 紛紛出現新規 要求陽性人員必須上班上工 不可以請病假 否則扣工資 中共沒有預警結束清零 和快速速揚的做法 導致醫療系統崩潰 成千上萬的人死去 而且那些揚過的人 還要面臨再次感染後的更大風險 有評論說 中共清零政策潰敗 不清零亦潰敗 還公開隱瞞死亡人數 國際國內的信任 都已經消耗乾淨 中共被唾棄和倒台 是遲早的事 美國總統拜登 將在未來幾天 和日本荷蘭領導人 在首都華盛頓會晤 多名消息人士和路透社說 拜登將和兩國討論限制中共 獲取半導體技術方面的合作 一位了解美國官員想法的人士 對路透社表示 美國總統拜登將在星期五 和下星期二 分別在白宮 和漢田文雄 和呂特舉行會談 到時將提供討論 有關技術限制的機會 知情人士對彭博社說 有關各方預計不會一起宣布 相關問題的任何安排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 約翰·柯比 星期四表示 拜登和呂特 將討論支持烏克蘭底 與俄羅斯的入侵 以及在關鍵技術方面的合作 去年10月7日 美國對高端晶片和晶片製造設備 施行嚴格的伸出口限制 對於中國晶片製造 造成沉重的打擊 中共的海關數據證實 去年11月 中國入口的集成電路總數 同比減少了大約25% 比美國發佈禁令之前的9月份 減少了15% 而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的統計顯示 去年11月 中共市場的晶片銷售額 連減21.2% 成為全球衰退最多的區域 而在美洲、歐洲和日本等其他國家 同期晶片行業的營收 呈正增長趨勢 全球共有5家主要公司 生產半導體所需的設備 除了3家美國公司之外 另外2家是荷蘭的 艾斯麥·艾斯麟爾 和日本的東京電子公司 因此美國的禁令 是否能在全球範圍內有效實施 日本和荷蘭政府的支持 至關重要 完整的三國聯盟 將對中共獲得尖端晶片 進行近乎全面的封鎖 在去年年底 日本和荷蘭已經表態 原則上同意加入美國的行列 加強對中國的出口限制 美國新聞網站Azios透露 白公正計劃加強對中共軍事企業的 投資限制令 令它比先前更有針對性和有的放肆 這亦預示了 美中緊張關係將會再次升級 報導說 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上個月 與內閣成員舉行了一次會議 商討改進投資行政令的草案 已定出台的行政令 將更多關注量子計算 人工智慧和半導體 但不包括生物技術或電磁技術 報導說 新行政令 不會在國務卿布林肯 2月訪問北京之前公佈 美國國會兩黨已達成新共識 就是美國應該採取更多措施 來阻止中共軍事和技術增長 前總統川普時期發佈了一份名為 中共軍方公司的名單列入了44間中資公司 並禁止所有美國個人或實體對涉及中國軍方背景的企業進行投資 之後國防部在經歷三次更新後 將那個名單擴大到59個 2月2日或以後 南方航空的公告顯示 南方航空董事會 綜合考慮公司美國傳托股的交易量 以及從未對 在紐約交易所上市的證券 進行後續融資 而且香港聯交所和上交所 具有較強可替代性 可滿足公司的融資需求 此外南航也提到 維持傳托股在紐約交易所上市 以及滿足定期報告要求等相關成本較高 因此決定退市 東航的公告內容也與南航的類似 事實上 從去年8月開始 中共多間央企就宣布將從紐約交易所退市 其中包括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人壽、中國旅業、上海石化等 當時外界普遍認為 這些企業退市與中美審計分歧有關 因為從去年3月開始 中概股陸續被美國證監會列入預責牌名單 對於在美國上市的中國企業造成壓力 中國12月份的出口以2020年以來 以最快的速度暴跌 移入口則急劇收縮 這表明中國的經濟面臨風險 星期五發布的海關數據顯示 2022年12月 中國出口比2021年12月 萎縮了9.9% 這是自2020年2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其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減少最多 暴跌了19.51% 這也是連續第五個月的收縮 對歐盟的出口量則下降了17.5% 但對俄羅斯的出口同比增長了8.26% 不過仍然遠低於11月份的17.9% 12月中國入口下降了7.5% 而11月的入口下降了10.6% 中國出口數據在2022年下半年 迅速惡化 有分析指出其中一個原因是 各國央行為抑制通貨膨脹而積極加息 令海外消費者削減開支 路透社13日引述五位消息人士報導 中共當局將會在下週 找去滴滴出行和其他應用App 回到國內的應用商店 其中四位消息人士對路透社表示 解除新用戶禁令 和恢復他叫車等業務的應用 可能會在中國新年之前發生 因為新年假期 將有助於滴滴開始吸引新客戶 努力恢復正常 知情人士表示 中國監管機構在最近幾個星期 重新開始推進滴滴出行的應用 恢復審查程序 監管機構上星期向黨的最高領導人 提交了一份關於這件事的報告 希望在未來幾天正式得到確認 之前滴滴出行的25個移動應用 被勒令從應用商店下架 新用戶註冊被暫停 並因數據安全漏洞 被巨額罰款80多億人民幣 以上就是今天帶給大家的內容 有些人認為自己陽過就可以放心了 但專家在今天的新聞中 提醒小心二次感染 因為二次感染的危害可能更大 對人身體健康的損害會更大 所以也提醒觀眾朋友保護好自己 不要聽信中共應揚盡揚的宣傳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點讚、留言和訂閱 也歡迎轉發 這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記錄 statisti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